6月8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百个大世纪 你好我是侯佩斯 进入第四天的沙巴烂闹地震搜救工作 兼早上因农雾遮盖神山而被迫暂停 最好简单搜救队伍目前要寻找的是 至今还下落不明的两位失踪者 他们是来自新加坡的一名老师和学生 另外朝野议员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默哀一分钟 而沙巴今天也降半旗 向地震罹难者致哀 其中一名因在神山裸拍而被指冒犯神山禁忌 进而引发地震的外国登山客 在社交媒体上贴文反击 他除了大骂沙巴州旅游及文化部长马西迪是白痴 将地震与他们的裸露行为扯上关系 没资格当部长以外 他也讽刺陡福的居民无知 因为没有网络服务而什么都不懂 这名外国登山客的言行举止 引起网民的不满掀起一面倒的骂声 其中有网民更动言用他的头颅 来慰藉三神与祖灵 诅咒他下地狱等 除此以外 神通广大的网民还查出这名外国游客 目前还留在沙巴州 买了亚航机票 准备这星期三离开斗福 因此网民赋予有关当局到机场将他扣留 另外其中两名涉及在神山裸拍的加拿大兄妹 已经被禁止出境 他们或将被控上法庭 加拿大副外交部长表示将采取必要步骤 将他们带回国 一名22岁的公务员在沙巴发生地震后 因在Facebook上发表嘲讽沙巴人的贴文 而遭到警方逮捕 带往警局录取口供 据要件的证明来自解安丹的男子 在贴文中出了质疑 沙巴州政府应对灾难的能力 更嘲讽沙巴呢 因为拥有最多酒吧级夜间娱乐场所而激怒上仓 进而引发地震 男子事发后在自己的Facebook上 恳求得到全马人民的原谅 并表示文章取自他人并不是他自己写的 针对媒体不断报道一马发展公司的资金 被亿万富豪刘特佐转移 一马公司董事会 今天通过主席兼集团执行董事阿鲁尔干达 一致否认曾批准一马公司的资金 转移给第三方人士 声明也说一马公司已向总机查署 和国家银行提供资料 以让国行进行审查工作 另外有消息说 为了平息越来越多针对负债累累的 一马公司的批评 该公司董事局成员 最早将在7月被迫辞职 以首相纳吉为首的顾问团成员 也将一同辞职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 请继续留守百革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